那個美麗島民調明天要發布 我是先看過 可是我不方便講 可是我跟你講 追的幅度非常驚人 你說四大公投追的幅度對不對 對 追的幅度 事實上他就是做公投民調 那 這個是 事實上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一個對比的落差 就是 一邊是鋼鐵部隊 無所不枉 那另外一邊是 一盤閃殺 各有盤閃殺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 算是企業界的 他就說 他怎麼覺得國民黨 好像只有金銅玉女在打 我說你在說誰啊 不是只有羅志強跟許甲熙嗎 舉例 他說朱立倫怎麼消失了 朱立倫好像沒有他的新聞這樣 那他就說朱立倫是不是怕 他是不是對美國不好意思 所以不好意思反美珠 他就這樣問我 我也無法回答 可是當然很多人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跟你講民進黨在 事實上在10月27 就是一個月前 那個時候所宣布的那個規劃的動員方案 現在已經全部都落實了 對 我們之前還在講說 就是因為都沒動 對 所以美國很生氣 你看看嘛 10月27到現在剛好一個月對不對 他做了什麼事 全國基層說明會懸掛宣傳看板 那所有的立委都動了對不對 而且高雄的立委一個 每一個都在相拚 所以你看到現在高雄的立委八個 每一個動員都是三千人 對 幾乎都是三千人的規模 那他的邏輯是什麼呢 他的邏輯就是說 我要 把用選舉的方式來搞這次公投 那我要用投票率來凌駕你的民調落差 對 事實上我今天有看民調 我現在是還不好講 可是我跟你講 你如果把投票率乘以民調 那真的是非常接近 連萊豬都是嗎 連萊豬都拉近了很大的距離 那另外三項 那我看核四代是翻了吧 另外三項幾乎都翻了啦 我就跟你講這個是有效的啦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個就包括你的密集的訊息出去 然後你的人來了之後 那個三千人的規模 如果在高雄你辦八場 就兩萬人 很可怕啊 兩萬人 每一場看起來都很可怕 然後你如果得到民調的一個調查 你一定會說我會去投票 因為你得到指示嘛 而且有一個現象非常明顯 就是你如果把那個群體分成七個等份 深藍到深綠了 深綠的 所聲稱的那個投票率 都接近95% 都會出去投啦 都會去投四個不同意啦 對對對 那這個就是 很顯然是一個動員的結果 就是 我們如果分七個群組嘛 那個深綠的那個投票意願 都非常非常高啦 非常非常高 那第二個就是社團精英領袖場 那事實上 你已經看到百公百業已經開始 重新出現了 昨天那個照片 嚇死人那個畫 已經開始出現了 那百公百業的意義 事實上就意味著 它會透過各個行業發檢訊 這個動員一定有的啦 這個都是基本動作啦 那 那蠟臺派的開獎 昨天嚴若光那個 新壽公園就是 那蠟臺派的開獎 因為他不是現任公子 那他就說 我就邀一些朋友 因為他也要參選嘛 鄭文燦站台耶 你去想一想 只是一個 不是現任民代的一個參選人 他可以邀請到鄭文燦站台 那 新壽公園事實上小小的啦 因為那個地方我以前選過我知道 可是也是做的 滿滿滿 越小塞的越滿 層面越好看啊 也是塞滿的 所以 所以 我覺得這個就是 剛剛巧琴講了 因為你現在 你透過網路啦 透過特定的電視節目啦 你去 我們是在說你啦 可是這不叫宣傳 真正的宣傳不是這樣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啦 真正的宣傳是我剛剛跟你講的那種 就是我就開始收集名單 然後 比如說我來了三千人嘛 那三千人是有 大概是有名冊的啦 那接下來我 我一定 平常就整理好了 因為每一個公職都有 簡訊名單嘛 那 民進黨 因為明年也要選議員很多人 所以等於是 這個就是組織 組織式的文宣啦 就是組織動員的文宣啦 那他就是 這樣就發下去了 那 你幾乎可以期待的就是 裝腳啦 或者是有身份的一些人 都會收到相關的訊息 那 你當然也會拜託他轉傳嘛 那 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是 今天是27號吧 26 那接下來只剩下 22天對不對 電視廣告還沒開始耶 嗯 怎麼可能沒有電視廣告 你知道 你知道我的意思 然後 我是 我的意思說還有一些文宣的形式 你還沒有看到 嗯 就更強力的宣傳方式啦 我必須這樣說啦 比如說我隨便講啦 中油直營的交友帳 會不會有廣告 對啊我必須這樣說 初衛商都可以啦 是嘛 因為他是當 他是當事單位嘛 台電的帳單會不會印文宣 我只是舉例啦 所以 我的意思是 未來你還會看到電視廣告 那 所以你面對這個情況啦 就是說你是 鬆散的 一些文宣的訴求啦 嗯 然後人家是 民進黨是一個有組織的 把他當作選戰在打 嗯 那他為什麼會用這個策略 我覺得他自己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非常清楚的 他知道他不用這樣打他不會贏 對 當然 對不對 所以他事實上我覺得 一開始 蔡英文這個危機意思是很正確的 嗯 他知道他不這樣他不會贏 因為 訊息 訊息面的 正確 或錯誤認知 其實確實是比較站在 這個國民黨這一邊 尤其是萊豬 正方這一邊 尤其是 我跟你講萊豬就是指標性的 其實比較站在正方這一邊 事實上何事 民進黨評估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可是萊豬 他現在設定的目標 就是要把萊豬翻盤 對 那 他要設定萊豬要翻盤 那當然就是要用 選舉規模來打 嗯 那你未來可能會看到一些 你可能沒有想到的招啊 比如說美國的代表 會不會上電視 太可怕了 美國會不會開記者會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心裡要有個底啦 他們要有個底啦 打不了我不幹 是啦 是啦 我是不是在說 不是因為 現在感覺就是 這個 我們叫做正方啦 正方沒有一個隊伍啦 我的感覺啦 因為 我就看到那個 那個戰鬥藍燈的一個公車廣告 我說奇怪上面沒有朱立倫 對馬英九嘛趙少康嘛趙謙嘛 好等等 然後我們 我們昨天 我們前幾天也講過了嘛 就是你的縣市長隊伍在哪裡 你的立委的隊伍在哪裡 那你的縣市議員 我坦白說啦縣市議員 我大部分都是看到 比如說台北市啊 那其他的那個議員的隊伍我也看不到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組織站的非常大的落差 可是國民黨在組織站上 不應該要落差這麼大的 所以到底是不做 不敢做 不想做還是有什麼其他想法 導致現在落差這麼大的 我就是沒做嘛 很明顯是沒做嘛 這個對比太明顯了啦 就是沒做啦 就是 而且這個需要的錢 比如說民進黨黨中央 第一波的預算是變5800萬 就是國民黨認為這個議題 重要到什麼程度啦 不然你要編個3000萬 我不認為會募不到錢 怎麼可能 你知道我的意思 吳敦義說怎麼一個一個月要募 什麼一千萬兩千萬發 是嘛 所以就是牽涉到你對這個專案 你要投入的程度 那因為中友跟台電那個預算 都還沒開始 現在只是開始聽到 那個是國營事業跟黨中央無關 對對對 現在已經開始聽到有一些 拿到牧林的一些相關的協會 開始辦活動了 開始辦活動了 可是那個 那個跟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完全是黨中央規劃的活動 可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實踐的程度 這個就是小英講的嘛 要水銀泄地啊 事實上這個月真的是做到水銀泄地 確實啊 確實很驚人 確實非常非常驚人 那我只是告訴你 因為我看到了那個民調 你們明天就會看到了 那個民調是非常明顯的改變 所以我們沒有去看看 那些人的小英文 在哪個地方 你會看到這位